大家好 歡迎收看公子播客的四十多集 我稍後會說幾多集 今集除了我的常駐嘉賓文公子 四聲嗨 大家好 還有一個特別嘉賓 Hello 你猜是誰 猜猜我是Sir 我的神秘嘉賓就是 不要開名字 讓觀眾自己猜 你要保護我的 我會保護你的 我們今集就找個主題說 我開主題 來吧 Tom Cruise 是否因為最近上這套TOPGUN的原因 應該是 有什麼看法呢 我沒有看 你兩個看了 先說明 我們接下來是劇透的 其實故事也沒有什麼好劇透 其實故事很簡單 沒有什麼好說 即是不想死傳 不劇透又如何影評 沒錯 我說明 我們這部Tom Cruise 是說TOPGUN這套第二集 獨行俠會劇透 如果大家害怕的話 就馬上關機 OK 開始 怎樣呢 這套戲 是否真的評價這麼高呢 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其實從那個空戰來說 其實真的 100分滿分的話 可以給500分 這麼重要 是 故事來說 很老實都是那些 老吊大牙那些 即是TOPGUN第一集 你也不是看故事 不是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套戲沒有劇透可言 我覺得這套戲其實是 是 也有故事 也有一點 故事當然有 也有合理的故事 因為它是延續第一集 延續第一集 還有那個 這樣說 我進去看 一邊看下去 是 有 最後的話 是有感動的 這個是假設你要看過第一集才行 譬如我老婆沒有看第一集 就突然看第二集 那她完全覺得好看 那就是好看的 但你不會觸碰到你 觸碰到你 觸碰到你 我覺得是觸碰到 雲公子呢 她是否觸碰到你 我不敢說 南雲老狗說會哭出來 但我有這個 這樣的 是否起雞皮 還是有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來講一下 其實也可以的 因為其實我回看了第一集 才再進去看第二集 雲公子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對於影視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 我已經跟我老婆說了 我女兒就不要說了 你女兒也有看的 有看的 有看的 一起看的 但是 我老婆說 你浪費少時間 先看第一集 才進去看 你不止頭不止腦去看 你完全想不到 結果她又看第一集 但看完第二集 才看第一集 因為她覺得第二集好看 所以看第一集 她就明白為何第一集 因為很多東西是對應的 例如說 有什麼對方 例如開場 彈琴吧 開場就是 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竟然那些自 1969年 就開這個 Top Gun School 即是那個 經典 那些 黑底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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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舊式的一個演繹 這個擺明是一個 講懷舊 他最初的配樂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講懷舊 我沒有看我沒有 講問公司 其實Top Gun 我在家都會偏常播放 你也偏常播放 我經常播放 我經常播放不同的電影 我以前是試機的 十幾年前 例如試圖片 就是用它來試 這是天碟來的 試機的 Gradulator也是 Gradulator 那套《戰國囂紅》 我不知道 但Top Gun 就是以前 剛剛開始開幾點幾的 有幾個喇叭 80年代已經有了 就用來試機 必定的 這是天碟來的 等於你試音用什麼碟 講CD 試音用什麼碟 彩琴 用雨果那些 對 雨果那些 現在雨果沒有出 如果是本土的 可能是羅敏莊是試碟的 羅敏莊是試碟的 羅敏莊是試碟的 他有出的 發燒碟 沒錯 還有趙學二也是 但是 如果你說電影 就一定是這套 所以我經常播放 但結果 原來我經常播放的時候 我女朋友從來沒有看 從來沒有認真地看過這套戲 沒有正常的 所以在臨去看之前 他要求不如先看第一集 先進去看 我覺得也好 那就看 陪他看了 其實現在看第一集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過時 不會 不會過時 因為其實以前 沒有所謂CG CGI 以前這套是堅牌 但其實我們上次節目也說過 這套是這次 一定有CG 但是他主要在空中的場面 都是堅牌 堅牌 其實就好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就是有一部鏡頭 其實導演不可以是 飛機上導演 其實所有都是演員 自己設置 好像我們現在拍新聞聯播 或者拍這些 前面有一部Logitech 他就是Imax級數的 很小的鏡頭 有幾部 要那些演員開拍不同的攝影機 要真的自己自拍 你去做 其實這次是這樣的 上次那些 我講第一集 其實主要是開軍拍的 這次他們 因為技術上可以去一些 很高清的攝影機 演員就自己去做 只不過拍完之後 導演看回來可以嗎 很多是不成功的 如果你升上去 又叫 其實很多是不成功的 但其實這次是很真實的 因為 我們上次也提過 有人是用六幕 不知道是在淘寶買的飛機 假的 那些好像飛機一樣的旁邊 不是淘寶的 而又是六幕 他完全是做到湯姆菇蘇效果 一定可以 差了一會 完全是一樣 但是 你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不是真的 沒錯 今時今日有些什麼做不到 是卡通 你剛才說的那些說話 我反而怕 其實湯姆菇蘇是六幕拍的 不是六幕拍的 我怕你不是六幕拍的 因為你也分不了 所以他會選擇 他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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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背景的 應該不是六幕拍的 但是 當然有些電腦後期的改變 就會有 但是 基本上 其實那幾個其他 因為這次他是 這個 教官 他就帶其他 那些學員 都是那一條 最初就不妥去 什麼事 可以服他 都是那些 所以這些 不算劇透 不算劇透 就是這些 他們拍之前 都要受了六個月的訓練 包括 如果萬一的飛機 Touchwood 炒到海 那你在海裡 要逃生的時候 有這樣的訓練 所以 要做一些 因為他要實際上 走上去拍 雲公子 Jennifer 怎樣去入局 Jennifer Jennifer 即是那個女生 Jennifer Conner 沒有 其實講一下 如果第一集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他在最後 就是回到TopGun那裡教 那一部分 到現在就沒有了 空白了 應該在那段時間 他們兩個是認識過的 而是一起過的 亦都分開過 在那裡 空白了 很短就交代了他認識 那個女兒應該去的 那個女兒應該去 應該不是那個女兒 聽下去應該不是他 因為應該是認識他的 他認識那個小女兒 他都大過了 是X來的 那時候那個女人 應該是已經有一個女人 我自己的旁邊看 應該是五張藝以上的金銅玉女的典範 五張藝以上的玉女是很難找的 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 這個是認定了 這個是五張藝以上的玉女 銀幕上看你覺得如何 Alan 我覺得 如果你說愛情那裡 我沒有第一套就好 是 即是 不是很觸碰 怎麼說呢 但如果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一套 其實很多東西是 因為我想是第一套不夠的 是 因為 很多東西是很 不是很急就 因為其實 好像說那兩個編劇 是在美國 因為美國很大的 他的比喻就是 一個就是住在西銀盤 一個住在西銀盤 兩邊 即是 東北 和西南 我忘記哪個州 加州和另一邊 在東北那邊 他們說 其實那兩個編劇 好像是沒有開過一次會 同場開過一次會 然後 那時候沒有Zoom 沒有E-mail 可能是Facts 可能是Facts Facts 也不是通訊 是通訊 你這樣寫個劇本出來 我想他當時是很 很急去做 即不是急的 即是有很多限制 而且你那時候 荷里活也不是說 不是說 好像香港那樣 拍一拍就是亂來的 即是有節奏 等等 但是這樣說 在這麼有限的資源情況之下 他拍到那個效果 是真的 可以說是神來之不悠 第一集 因為你們經常說 這個王家衛 王家衛 我覺得最好的一部電影 不用說 重慶森林 幾個月 不是幾個禮拜 好像是他在兩部電影中間 硬拍的 好像是這個 東邪西毒 那時候 回到香港拍的 那一部電影 因為其實第一部電影 跟重慶森林的情況一樣 是講了感覺 即是王霏的感覺 其實那部電影是講了感覺 因為其實今集失敗了什麼呢 其實我不太明白 第一部電影 其實Tom Kruse的女兒 是住的那間房子 是在海邊 然後是在黃昏的 大部分時間 那些景色都是很漂亮的 就是黃昏 吃完一頓飯 都還是黃昏的 沒錯 說是晚餐 加州人比較好 加州可能沒那麼快 就是天黑 那一間房子在海邊 那一天 你駕駛電單車找他 還有之後 第一次去 因為教官就約他吃飯 教官主動追求他 就約他吃飯 然後就駕駛電單車 那畫面是很漂亮的 很浪漫的 你記得這部電影 其實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愛情片 因為如果是男的那邊 就是看那些打打殺殺 打飛機 但是女的就看那些 老婆 看帥子 看漂亮的東西 那裡很成功 今集失敗了什麼地方 那間房子 好像是內園 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住 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住這個 君臨天下 你看內園 以及問海景 就差很遠 今集就是看內園 是 那就不太好 但是第一集那個 雖然是拍得很散的 但是它 你混合在一起 是有一個感覺 當然它已經配合好 第一集就是那首 不可以不說那首情歌 《Take my breath away》 第一集的感覺好像 在拍音樂影片 是 因為音樂的音樂 是很有感覺的 因為其實第一集 第一集不是劇透 其實第一次 那個教官約五點半 回到他家 他說我不是經常約 學生吃飯 不是試過 應該這麼說 那麼 表面上就問他 拿資料 就是問他的米格 他究竟是什麼情況 他說米格的資料是錯的 那麼他就問Tom 他就是很近距離 見過米格的那個人 其實 就在那裡 在喝酒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女生 在這樣的情況 叫我去喝東西 我想也不是只是喝東西吃飯 當然是有下文 昨天大師的節目也有說過 他有說過 如果是港女的話 可能真的要你去吃飯 是啊 港女當然要你吃飯 但是他一個 記住 他不是一個港女 他是一個鬼婆 還有那個 他有發言 但是後來講到 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講到他爸爸的事情 結果就是Tom自己走了 而中間那個過程裡面 他一直是響 因為他去那間屋找他的時候 一直在響那個 《Take my breath away》 那個音樂 開音樂 沒有唱 去到他們 第二次好像 第二次 其實是吵架的 中間有些 因為他是他的 MISS MISS的評分評得低 於是Tom會生氣 然後就吵架 然後就吵架 然後就去戲肉 搞東西那一刻 就唱有歌詞 就是有戲音樂 有音樂 然後唱歌詞 搞東西那一刻就唱歌詞 之前是音樂 但是那個音樂 是由他貫穿那部戲 就是愛情那部份 做得非常好 但其實他是 好像是拍得好 因為原本就說 那個電影公司 他說愛情戲不夠 所以其實後來 在電梯裡面 看到他的 就是補拍的 後期補拍 拍完這部戲 有女性觀眾不行 因為經常打得很厲害 而且這部戲不夠 因為舊的那部是個半小時 那你個半小時 如果你把其他愛情戲 可能是變成一個小時多一點 這樣就不可以 變成要補拍 其中哪一部補拍 就是在電梯裡面補拍 很久 就是拍完這部戲 一段時間才補拍 那女兒的頭髮 就是染了第二次 拍第二部戲 所以是大舞 TOP GUN專家 今天特地要找Alan Sir 因為他對TOP GUN大家看得出來 他簡直是到達一個 professional的技能 不要這樣說 我正直說 看得深刻一點 看得深刻 領悟得深刻一點 我們剛才說回 五十歲的美女 真的比較少 除了這個 你有沒有心髓 沒有 沒有 Rachel Wasser 可以嗎 我口味偏年紀小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你用肚硬就只有這個 我沒有辦法去評 其實整個荷里活 只有這個可以做這個角色 他五十歲 現在是說五十歲以上 尼谷傑晚 你可以問多少 我想也是 尼谷傑晚跟他問水 不可以嗎 很難的 其實很不公平 你拿一個女議員去說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劉德華做小生 都是配合阿薩 對 我欣賞他 真的五十歲 他找一個比較像 這個比較厲害 我沒有看過 大家一定要入場看 這個當然 我後悔我看的時候 不是IMAX 你看IMAX 我不是 你也不是嗎 我看IMAX 很煩 你要買菲蘭 一來 二來你要找中間票買 是 現在你試試去訂票 你可能訂了兩個禮拜之後 沒錯 因為現在還要被人搶開了 一定要看 而且其實IMAX 我不是很喜歡 我覺得太辛苦了 你基本上 要找中間的中間位才舒服 我看的時候 都可以在家附近 因為快靚正 但我看的時候 不是繁忙時間 坐不滿 周圍那些 都是比我年紀更大的阿叔 我也是阿叔 我旁邊很棒 有兩個上一年多的太太 我跟我女朋友說 那兩個是粉絲 是Tom Cruise看到現在 是 其實我們一輩子都看過 很多Tom Cruise 我認真地說 他不是我偶像 他也不是我偶像 我甚至有點討厭他 覺得他有一些劉德華的感覺 對 做得太久 對 我覺得是 但是問題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戲總是會看上去 我會這樣說 如果劉德華的名字包到你 其實對他 對Tom Cruise來說是一種侮辱 為什麼呢 Tom Cruise那種做法 我覺得 當然 你看他前半段 或者大半段的 演藝生涯 其實是很像劉德華的 就是一個型 英俊 英俊 你說他不好戲又不是 說他好戲又不是 總之一出來 你只會看到Tom Cruise 但是我想轉捏點在哪裡 轉捏點會在那些 Mission Impossible 那裡開始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是傻的 即是他會為拍戲 他可以爬到大廈上 吊自己出去 去做一些很危險的動作 你說做危險動作 是不是很厲害 不然成龍那時候更加危險 即是用一條命去搏 即是用一條命去玩 即是用一條命去玩 如果用Tom Cruise去比成龍 又是第二項次 又是沒有了成龍 因為成龍那些真的玩命 但是以一個這樣的身價 這樣的人去 他說我願意 吊自己去大廈上 或者我自己去爬石 或者在飛機外面 我夾了一條門那裡 你快開門給我 讓我爬進去 這些東西根本 在荷里活是不可能 有別人去做的事情 年輕人過去又不好 我剛才這樣說 你說如果劉德華和他比較是侮辱 這個我有一點不同意 為什麼呢 劉德華 你說這個暗戰 暗戰的時候 是站在天台邊 到其風叫的 他說如果不是到其風 他不會拍 當然 你有些道理 究竟是劉德華自願 還是Tom Cruise是否自願 那個應該是Tom Cruise自願 劉德華是被迫的 你可以選擇的 他站在天台邊 不過反過來 以劉德華的認知 以廣產片的拍攝水平 和製作者來說 劉德華是有一點 玩命的感覺 如果要站出去拍的話 Tom Cruise應該做了安全措施 我不用說 其實純粹是大膽 你說他做得到 還有另一套就是全職殺手 全職殺手就是劉德華是站在一個 如果我們搭火車 搭到大學站 那個月台是一條縫很大的 他就站在他的縫裏 一條頸 我知道那個鏡頭 其實那條縫裏是比大學站更小 大學站更離譜 大學站更離譜 差不多 你剛才說得很好 雲公子 說Tom Cruise 你說他做戲好又行 不好又行 演技一般 但他卻做的 對他卻做的 也沒有任何提名過奧斯卡 金球和奧斯卡 有沒有提名過 沒有什麼印象 好像最後沒有提名過金球 我說的 還不是提名 提名有也不奇怪 有也不奇怪 我就是沒有 Magnolia 但我覺得這個人產量很厲害 他真的保持過那30年 差不多一年去一至兩套 一套就是主力的 掛自己的名字 另一套就是你明白我說什麼 他又會拍一些主力的Mission Possible 他就做了Executive Producer 類似那些主力的Top Gun 他又會拍 利用那些空閒時間 又會拍其他科幻片 你也知道拍過很多 那些什麼異空戰士 他不同的戲也有 但都是他做主角 當然 一有他就來了 Tropic Thunder 做肥佬那套 那套 扮肥佬那套 穿到Best Suit 那套 你有印象 除了Top Gun還有Alan 你還有印象是哪套 其實跟你一樣 他不是我最喜歡的演員 當然他的態度我是很欣賞 但也是職業特攻隊的 我不會特別喜歡看他的戲 但這套是因為有一個歷史原因 你呢 雲公子覺得他最好的變態 除了Top Gun 印象深 那套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套叫什麼 Jerry McGuire 我印象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 那套叫做毒眼龍 Jerry McGu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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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的導演是巴欣星南 做X-Man第一集 非常容易反一個導演 那套導演在我心裏是很高的 但那個導演基本上不是他弄死的 也是有一點自毀性的 不是 轉捏點就是當他去拍Ton Kuz 當時他是隻手可以的導演 找一個隻手可以的大明星拍 大家拍一個隻手可以的題材 說Ton Kuz去扮演這個 德國的軍官行刺希特拉 那套他出來的效果就是 變成了一套Ton Kuz的電影 即是我不見了巴欣星 不是只有他 吳宇森也是 吳宇森當時是MID 是第二集 就是很多的動作他不是跟吳宇森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 等於尼瑪聽教練說 沒辦法太強勢 現在Ton Kuz 這套TOPGUN其實他也是 有很多input 直接是他 就是創作者 他連演員的訓練 程序都是他設計的 譬如說 我們說TOPGUN第一套 其中一個很久不踏八 但也是經典場面第一套 就是打排球 穿牛仔褲打排球 那個真的很簡單 因為那個是為了表演肌肉 成為年輕人表演肌肉 他的朋友Guz也沒有表演肌肉 但是那一場戲 因為那一場太經典 剛才說 因為全部都在打發飛機 很悶的 所以你們就做一些 音樂影片 所以這一集 你無可未免都要做類似的 他不是打排球 他只是打美式足球 在沙灘那裡 上一集就很強勁 這集就有些原因 好像是團隊精神 他其實這場戲是拍了兩次 因為怎樣呢 其實是搞定了飛機 之後拍的 但後來Tom Cruise看完之後 不收貨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不夠肌肉嗎? 他們那些人都放鬆了 吃到肥了 又不做 變成你又吃甜品 又不控制 又不節食 搞到 可能線條不漂亮 要幫助操作 再拍一次 你說這件事 我其實覺得是對的 我覺得是對的 他那種態度是對的 他不是導演 但是他是對的 可能導演也算了 但是 我想 認真 那件事 我不反對不認真 他認真的人 是不是反對 我不反對他不認真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他也嘗試過很多角色 日本武士也做過 夠小的科幻片 英雄做過無數次 特務也做過 有一套是奸紐 染了白頭髮做殺手的 我忘記了那一套 黑人私契 Colateral Damage 其實什麼角色也試過 我想他其實是想自己有個演技突破 但問題就是太帥 我自己覺得 他演戲的表情也不太 差一點 因為他保持得太帥 變成他跟劉德華有點相似 對 你留意一下 他的很多鏡頭 都要拍到他很帥 就算 那些異空戰士 不是打到頭破血流 他發過很多鏡頭 你記錄回去 他也是帥 我想他這件事 而且他不自覺是要有笑容 有點強硬的 他不只是Tom Cruise 即是特攻的 例如有些演員 我這樣說 現在很多時候 尤其是年輕的演員 我想那些人 不是經理人 或者身邊的人 或者保持笑容 偶像派那些人 你經常變得很強硬 會逼自己有笑容 但是很難搞 現在你要那個東西就是 你想要一個明星 還是要演員 即是人體戲 或者賣的東西是明星 不是演員 如果不是你說好戲的話 其實我們看很多電視劇 美國美劇 配角那些才是好戲 即是 即是我經常說 Westworld Westworld有一站 是找一個紅番 來做主角 我覺得那個紅番做戲 是出神入化 那怎麼辦 他做不到一部戲 他做好戲都沒用 所以明星很難免做到這件事 而做到 通常你說好戲的 之前有些拿影帝的演員 拿完之後做了明星之後 其實都變了別的東西 即是早前扮霍金那個 你之後現在拍的那些怪獸 與他門的產地 都已經變了別的東西 有例外的 例如 John Rick 這個 李維斯 李維斯 開頭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 演戲是一般的 人們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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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John Rick突破了 當然他有經歷 即是他自己有一個故事的男人 他自己本身 有些分別的 雖然Tom Cruise也有些故事 Tom Cruise有很多故事 他信了一個科學教 還有誰呢 李安納道 迪加比奧 最初你做鐵大龍都很紅色 但一直到達 華爾街狼人和之前一兩部 感覺到他有沒有 他和他故意整殘自己的樣子 故意 故意不收蝙蝠 我想他很故意地弄自己不英俊 但演技 譬如懷疑狼人做 很難做 他突破了 偶像派 變成實力派 我想是專形的 復壽那套 突破了 去拿影底 我想幾樣東西 而且你的產量又不可以太多 你要做到這個形象 所以你看看 李安納道的產量 是沒有Tom Cruise那麼多 我想李安納道是想有些突破的 他是認真的一個演員 他只不過是一個 做到明星的演員 我經常都有一個印象 李安納道做得最給力的那套戲 就是《黑殺令》 John Candy 你記得了 Tarlandino 但是很不幸地遇到那個對手 開槍打傷的那個 那個是一個出神入化的人 拿了兩個奧斯卡拉林 那個是真的演員 但你那些是做不到明星 我講這套 《媽咪》有沒有看 《媽咪》當然有看 是否不行 這是許烏點 這套戲 其實這套戲是電腦局 其實這套戲是這樣的 那時候是環球影業 想把怪物系列重新包裝 想自己也有一個系列 因為《Marvel》《豬肉學》在前 很多電影串在一起 那就很好生意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看過 就是有些怪物電影 那時候很流行 《科學怪人》 《吸血鬼》 有隻在《水怪》 《水怪》 《明珠930》 我記得是拍一些藍綠色的3D眼鏡 你有印象嗎 是有印象 是有印象的 說有隻海怪在電視上爬出來的 就是怪物系列 他就想重新拍過 第一套就是《Tom Cruz》這套《媽咪》 這套《媽咪》 這套《媽咪》跟《道霧迷城》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這套戲一出閘就陷了 所以後面的項目應該全部都解禁了 沒有做到 為什麼我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 這套戲在哪裏呢 其實你說很差又不是 就是一套動作片 有些神怪的東西 大量才知 驚嚇不夠驚嚇 緊張又不是特別緊張 但是你說 本身那套《道霧迷城》 是不是真的很好看呢 說真的 不好看 但是很收得 有時候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難去評估 還有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你有個大明星掛稅 你做得差一點 或者票房不好 沒有那麼好 就自然就不行了 如果我用了《Tom Cruz》 你為什麼還收得這麼差呢 但是你不是《道霧迷城》 我用《Brandon Frasier》 沒有人知道他有什麼 是做了泰山 原來爆發得這麼厲害 其實到最後還是賺錢多與少 你投資這麼多下去 可能你服侍《Tom Cruz》 一個人已經很不行了 可能跟我們之前說的一樣 你找到他來 他來到又指手滑腳 又要這樣拍 不用說了 但那部電影你有沒有覺得他有指手滑腳 又沒什麼看得到 我幾不容易看得到《Tom Cruz》 那種指手滑腳 為什麼一定要拍我左臉 其實你留意一下 真的這件事 他有一部電影《異空戰士》 你記得他穿著鴿子 是挺好看的 死完再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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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日本漫畫版權 那一部電影其實很好看 那一部電影很好看 那一部電影很好看過《Mummy》 一定的 那一部電影很好看 其實那一部電影也很科幻 但我又不知道為什麼覺得 其實那一部電影我挺欣賞 《Tom Cruz》是挺好的 也是很薄命 我不知道那些鴿子怎麼穿 可能是幾塊紫皮 早兩天他做 早兩天其實電視有做的 《Oblivion》有沒有看過 《Oblivion》是說 我知道 坐著白色飛機仔 要出去修理天線 那部電影也不太修理 那部電影也不修理 但是很兩極化 很喜歡的人就非常喜歡 我就是那些人 我很喜歡那部電影 我覺得很科幻 有些人就覺得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其實那部電影也挺好看 早兩天明珠台才播完 我很喜歡那部電影 所以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Tom Cruz》 我覺得很難不喜歡他 或者很難避開看他的電影 不是 喜歡不喜歡 肯定是我不喜歡的 但你不會避不住 你總是會看他的電影 譬如《Top Gun》 難道我不看嗎 我始終要進去看 75元票也好 我也要看一會 你說到這樣 另外一件事很難得 你還有多少個大明星 沒有 還有誰 李王立的第一個給我 你其中說了一個 為什麼外國的明星都是這樣的年紀 其實全世界都是 香港MIRROR 全世界都是 沒有 全世界都是 你弄一部電影出來 可能就不是這麼說 你怎麼說呢 其實我小時候 他們很年輕已經在拍攝 那有沒有一些新的明星在上位 做不到 其實是斷層的 其實荷里活都斷層 即是不是香港問題 不是的 你到現在做小生理 你不會找袁文樂的 如果有一部電影 你還是找劉德華 或者郭富城 或者梁朝偉 你才會覺得很多人 我會入場看這部電影 你找姜濤 我們三個都未必會進去看 但是 有些人進去看20次是另一部電影 他的票盤很修理 但是你不會有這麼廣泛的層面 去偷取這兩部電影 你說外國沒有 Ryan Gosling 有的 但是他們都是想不到 一線尾二線頭 上不到那一刻 你真的會看的 可能就是Tom Cruise Leonardo DiCaprio 還有沒有 還有的 有很多個我都會看的 還有哪個你會看的 還有 其實 奧比娃都會看的 我決定了 這個認真說 我不是沒有裝 但他最近的電影有哪一部好看過 其實是沒有的 那部安眠醫生的垃圾 那叫做伊雲麥葵 伊雲麥葵 他最近有一部大電影A級片 叫做安眠醫生 有一個閃靈族集 垃圾中的垃圾 是屎來的 不知所謂 他好像訪問自己都答 有人給我錢 我就做了 好像說了這樣的 對 說了這樣的 為什麼呢 宣傳說了這樣的 這是垃圾來的 那部電影真的要見識一下 閃靈族集 快點死去 那一部是垃圾 那部電影之後 應該是錄電視劇 你好話不好聽 你迫與無奈你錄電視劇 但是有個問題 我不是跟你說 我還沒裝 我決定裝 我無論怎樣 我都會裝在電話上 電視機 就是因為 伊雲麥葵 隔了這個 奧比溫 這個就是效應 你給我一個藉口 我就是因為這樣裝 現在看電影也是這樣 也是一個藉口 TOM CRUIS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保證 我想你剛才的問題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入場這個問題 其實有些是不入場 例如剛才我講完也不怕了 楊子晴那部電影 很多人都說好看 但我都不會這樣 我想我最後都不會入場 即是你們看了 我還沒看 我打算會去看 但你都沒有第一時間 我沒有第一時間看 TOM CRUISMAS要入場 那下午我就去看 對 即是那天我看那一套什麼 我說什麼 我說入場看得很失望 我跟他有什麼 Dr.Strange Dr.Strange 我明明那天可以看 尼古拉斯基地 即是你明白我講什麼 我想一想 我真是人渣 你真是老了 你老了 對自己不坦白 即是我們都看 孤嶺街室原生人事件大 我是不是應該去買票看 尼古拉斯基地 剛剛你明白我講什麼 但我就很 進去看 Dr.Strange 你說的是迪士尼 其實我們上次節目講過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套 TOP GUN 2 是不是對於迪士尼的一個景號 或者是一個當頭棒學 你覺得是什麼 我們再講一些TOP GUN的話題 這個第一個話題 你覺得呢 都不 即是迪士尼哪個方便 我因為想用 即是CG 我覺得沒有抵觸的 我覺得沒有抵觸的 你覺得沒有抵觸的 我覺得沒有抵觸的 即是電影應該是 它是一套動畫去做 還是 沒有所謂的 你覺得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你有幾樣東西的 你動畫做得很差 你一看就知道它很假的 是有問題的 即是如果做得很真 是的 你明知道它是假的 你覺得是嗎 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Mandlorian 即是在迪士尼那裡 沒有沒有 Star Wars的Mandlorian 其實整套東西 它現在已經不是green screen 它是一個大的LED screen 即是一個後面的場景 會動的 接著你的鏡頭 去計算一下景深 你根本是 你根本看不到那些假的東西 你明知道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因為你看下去 那些沙漠沒有可能是真的 是 你說去沙漠拍攝 會不會令我更加喜歡這部電影 我不覺得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都是那個故事 而且你夠真實我都已經夠了 所以看看有沒有看 是的 即是故事性夠不夠強 尤其是我現在面對雲公子 他還穿上一件阿紀拉的T-shirt 即是更加可點 你呢 你的看法如何 我是覺得 太過電腦特技 是過分的 是 即是 即是為什麼 譬如John Wick 他也有電腦特技 但他也會講求一些 例如以前我們開槍 那些子彈 即是你會講求 即是你會有些真實的感覺 即是這個我的看法 即是 那部電影 他會說一件事 就是我的演員 如果我開錄幕 那我在機器上的表情 可不可以假裝出來 這個就衍生到一個 很 我不肯定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如果這樣說 我看到鹹片 他真做的和假做的 有沒有分別 那大部分都是假做的 鹹片是假做的 日本那些應該是 日本那些不是真的嗎 很多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 不不不不 沒有格的 不不不 沒有假的類角 不不不 真做的意思是 真的有性交 日本很多都沒有真 兩天都有 當然有 當然有真 大部分都是真 大部分都是真 但是 如果 那你可以假裝的 可以 你可以假裝的 我私之可以弄得出來 不是私之 你可以假裝的 你可以假裝的 但顯然也是假裝的 因為那個 我相信有些剪接 有停過的 是 有些鏡頭是真做 不是一鏡到尾 沒有可能一鏡到尾 但是 我的意思是 那個比喻就是 真做和假的 是有分別的 我不知道是一個好的比喻 但是 如果 如果你太依賴 動畫 或者CGI 其實 你那件事不是電影 對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 你為什麼要畫畫 有相機 為什麼要畫畫 你為什麼要畫畫 你為什麼要畫畫 我不反對你的意見 我覺得 你經常都不反對 我不反對 我不是反對 我有一次 去看水行俠第一集 他在水上浮一浮 差那些是很難頂的 我不是畫畫 這個意思是 我沒有什麼問題 你做得好 夠漂亮 我都夠OK 但是當然你不要消失了 有Tom Cruise 要堅持都是好的 有人繼續做這些事情 當然是好事 甚至乎你說 好像 那套 夢那套 Inception 他不是有一幕 在酒店樓梯打架 他也是其實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在那裏轉 不停拍 真拍 而不是用電腦去做 有某些東西 你會覺得 這些是做得好的 你完全用電腦做完 又做不到的效果出來 我想這些東西 如果留下的話 其實對觀眾當然是 對觀眾的演員都好 好 我們先講今集的關於Guzhan 講迪士尼的問題 我們上次不是講過 100年的問題 原來有的 什麼100年的問題 米奇老鼠版權 我那天看過那篇文章 是有這件事 是不斷跟他講的 為什麼 因為100年之後 就去了Purbit 沒錯 100年基本上 他的版權要公眾出來 不會有所謂 紅樓夢 莎士比亞 任你出 但是以為 迪士尼這間公司 是一個很混賤的公司 他不斷在打官司 以及用很多方法 將迪士尼的米奇老鼠 唐魯鴨的版權 繼續保留在自己的手上 到現在為止 你都不可以自己畫一套 唐魯鴨的 或者米奇老鼠的動畫 因為你是侵犯版權 但理論上 過了100年 是不能侵犯的 整個美國 原來不單止是迪士尼 那篇文章說 還有很多 但是他們也是用了 財閥的勢力 不斷去打官司 找某些理由 都很合理 都很合理 我一集跟你說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不是 公司出版權 這裏交代 原來很多人是要求公司出版權 米奇老鼠當然是公眾 但米奇老鼠也是我的 那篇文章甚至寫 他說 不同造型的米奇老鼠 可能黑白那隻是給你的 OK 只有那隻是 我們先說一說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多謝我們的嘉賓 Top Gun專家 不要這麼說 你剛才展現了你 是 是 沒有得王廢 Alan 多謝你來公子博客 和我們講的湯庫斯特輯 好 那我們下一集公子博客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得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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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